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25集 好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 她不幸的人生 和对一家人富有的使命 严酷的生活 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 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 但很有心计 好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 实际上已经懂得了 许多成年人的事 包括爱情和婚姻 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 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她自己早有盘算 她家成分不好 光景不好 她自己要寻个好人家 找个有钱男人 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 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 都寄托在她身上 但她自己明白 一个女孩子 成分又不好 上学只能到高中就到头了 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 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 她家的成分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她只有寻个好婆家 好对象 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 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如此说来 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把命运 交给一个和她同样穷的男人呢 因此 她和孙少平的接近 基本上是一种怜悯 怜悯别人 也让别人怜悯自己 但好红梅 并不完全小视孙少平 这个贫困的男生 身上似乎有一种 很不一般的东西 倒就是什么 她也说不清楚 另外 孙少平虽不算很漂亮 但长相很有特点 哥马高大 鼻梁直直的 脸上有一股男性的顽强 眼睛阴郁而深沉 如果这人是干部子弟 或者说就是农民子弟 但家里光景好 门外又有工作的亲戚 比如像甜润生那样的家庭 说不定好红梅也会动心的 但这些方面孙少平什么也没有 好红梅侧面听说 少平一家人都在农村受苦 穷的只有一孔土窑洞 但毕竟他们命运相似 使红梅对这个男生内心 充满了亲切的感情 在这个他得不到有爱的世界里 孙少平对他来说就是宝贵的 只是那次侯玉英 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 她是孙少平的婆一时 好红梅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 她到这县城的高中 是另有所图的 说不定在这两年中 她能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 侯玉英这样一闹 舆论就把她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 这使她多么被动啊 她恨侯玉英 也对少平有点怨气 谁让你那么多情 每次劳动都给我发一把好工具来 因此好红梅便渐渐开始和孙少平疏远了 她要让众人看见 她好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 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 临近放假的几天 好红梅才突然发现 在她那个破旧的箱底下 还放着她借孙少平的一本创业史 她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 她几个月没理少平 还把她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还她 她知道这书 少平也是借文化馆的 现在马上要放假 她肯定很着急的要给人家还 这个孙少平 你为什么不开口问我要呢 可她又一想 这要怪她自己 她应该主动给人家还吗 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她匆忙地跑到男生宿舍 给少平还书 少平没在 金波告诉她 孙少平回家去了 她只好折身 回了自己的宿舍 回到宿舍后 她收拾东西时 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 还有几块白面饼 下收开始后 她星期天回去 常出山捡麦碎 母亲就用这麦子 磨了点面 给她捞了几张饼 她吃了几块 剩下的这些 舍不得吃 一直放着 好红梅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 把这几块饼连同书 一块送给孙少平 以弥补她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 于是 她把这几块白面饼 夹在那本创业史里 在黄昏时 转到校园里 等孙少平回来 她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 又实在没勇气 当面把这书和饼交给她 就采取了 只有他们这个年龄 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方法 这一学期开学后 好红梅的一切 也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到了夏天 她还有一身 没补丁的衣服可以穿 因此不像冬天那样 看起来过分寒酸 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 她也才有心思 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 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 以前由于自残行贿 她常不愿到公共场所去露面 现在这身服装 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 每当下午同学们 玩篮球的时候 她也敢去了 不过她还不愿进场 只是站在场边上 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 那天下午 好红梅像往常一样 又站在篮球场边上 看别人打球 他们的班长顾仰民 突然给她抛过来一个球 并且很亲切地说 你来玩吧 为什么老站在外面看呢 好红梅笨拙地接住 顾仰民抛来的球 满脸通红 把球又扔给场内别的女同学 这些女同学就都来拉她 她只好胆怯而兴奋地 走上了篮球场 从这以后 好红梅几乎每天下午 都去操场打篮球 没过多少时间 她就成了女生中 架势最足的一个 在这期间 班长顾仰民 对她渐渐热情起来了 玩球中间 常常在有意和无意之间 对她微微一笑 并且得到球后 往往都抛给了她 在班上一些集体活动中 顾仰民也有意 把她和自己分在一块 瞅空子和她说这说那 好红梅的精神 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 她梦寐以求的 就是像顾仰民这样的人 顾仰民的父亲 是他们黄园地区 师范专科的副校长 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 她祖父 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 仰民从小跟祖父长大 一直在元西县上学 她学习好 又是班长 年岁虽然比好红梅才大一岁 但就像一个教师一样有风度 现在 这个全班女生常羡慕地谈论的人 竟然对她好红梅如此青睐 真叫她有点受宠若惊 和出众的顾仰民一比较 孙少平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了 好红梅于是想方设法和顾仰民接近 和她攀谈 和她一块打篮球 让她喜欢自己 相反 她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 千方百计躲避和她说话交往 好红梅看得出来 这学期开学后 孙少平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说话 但她都有意回避了 叫人生气的是 今天下午 自己正兴致勃勃地和养民他们打篮球 这个不识高低的人 竟然让自己给她传球 好红梅故意不给她 而把球给了顾仰民 她要以此让孙少平明白 她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 孙少平站在黄昏中的河岸边 思绪像乱麻一般纷扰 她明白 从今往后 好红梅再不可能和她相好了 她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 已经被抽掉 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 她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巒 真想狂喊一声 她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眼里 含满了泪水 在孙少平背后 县城已经一片灯火灿烂了 家家户户 现在也许都围坐在一起 开始吃晚饭 此刻谁能知道 在城外 在昏暗的河边上 站着一个痛苦而绝望的乡下来的青年 她喉咙里堵塞着哽咽 情绪像狂乱的哈姆雷特一样 原谅她吧 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也许都有过类似她这样的经历 这是人生的一个火山活跃期 容颜奔突 赤流横溢 在每一个感情的缝隙中 随时都可能丝丝的冒烟和喷火 少平站在河边 尽管已经误了吃饭时间 但她一点也不感觉到饿 她突然幻想 未来的某一天 她已经成了一个人物 或者是教授 或者是作家 要么是工程师 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 戴着眼镜 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 回到了这座城市 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她打招呼 她在人群里 看见了顾养民和好红梅 幻觉消失了 少平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正向这边走来 她认出 这是她的好朋友金波 金波现在来到了少平跟前 把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 递到少平面前说 看你没回来 你的下午饭我吃了 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 少平没有言喘 接过金波手中的烧饼 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 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在她旁边 过了一会儿 金波咬牙切齿地说 我想把顾养民 吹一顿 金波显然看出 顾养民已经夺走了她好朋友的女朋友 这是她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 想为少平打抱不平 少平说 打了她 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 你不要动手 有我出面 少平想了一下 说 不敢这样 万一咱们出个事 能把家里的大人挤死 咱们现在就是大人了 自己做事 自己可以承担 你不要管 我知道这事该怎么办了 你可千万不敢动手 咱们没什么理由打顾养民 要是平白无故打了 到时咱们没个说上的 我给她制造个挨打理由 不敢闯着乱子 少平虽然和金波同碎 此刻心中又火烧火燎 但还是比她的朋友冷静一些 金波也没再说话 等少平把那四个两面饼吃完 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 孙少平没有想到 她的朋友没有听从她的劝告 在私下里 开始积极筹划 准备打顾养民了 金波平时爱讲个哥们意气 班里许多调皮学生都听她的 她串联了一把子男生 商量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一顿 而又叫学校抓不住把柄 为了不牵连孙少平 她把自己的行动都给她保密 将来打人时 她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 这是一个晚间 西登陵还没有打 金波和她串联的一群人 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 她打发一个人 去叫住在另外宿舍的顾养民 顾养民进了这个宿舍后 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 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 他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 很不友好的看着他 他还发现 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的 他就问大家 你们叫我有什么事了 金波走到他面前 指着旁边一个男生问他 他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顾养民惊讶地说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跟这几个人说 他偷吃你的饼干了 金波又指了指另外几个人 顾养民冤枉地对那几个人说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 高来水偷吃我的饼干了 那几个小子立眉竖眼 七嘴八舌的证明 他就是说了 而且还说过不止一次呢 顾养民立刻意识到 这些人是和他有意过不去 但他又想不起来 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 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都很和气 和谁也没吵闹过一次啊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杨晨 张震